女人在浴室刷着牙 突然拿起了丈夫的牙刷 使劲刷了一遍洗手盘 接着又把牙刷伸进下水口 用力擦拭 这才满意地把牙刷放回原位 第二天起床 看见丈夫毫不知情地在刷牙 她内心一阵暗爽 决定下次用来刷马桶 女人叫医子 当了家庭主妇几十年 在外人眼里 她拥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 干净整洁的屋子 院子里的花草 也被打理得生机勃勃 但只有她知道 这个家有多干净 家里从煮饭到洗衣打扫 都由她一手包办 可她的付出 非但没有得到回报 反而被当成理所当然 平时在家里 儿子就只会躺在沙发上看手机 回到家的丈夫 也只是一脸空洞地看着电视 同一屋檐下的三人 看起来比陌生人还生疏 电视里播报着和泄露的新闻 记者提醒市民 自滥水被污染 千万不要直接饮用 从此医子的生活 又多了一项任务 早起和其他主妇 抢购纯净水和大门 做饭时 医子偷偷往饭里 加入自滥水 给瘫痪的公共煮饭 公共瘫痪多年 儿子和丈夫不闻不问 不出力照顾 也不出钱送去疗养院 看护的责任 就落在了医子身上 他每天都要照顾公共的三餐 把湿把尿 还要伺候他洗澡 可即便这样 公共对他 也没有任何感激之情 他心安理得地 接受医子的照顾 还经常把唯一能动的手 伸向医子的胸部 这么多年来 医子已经烦透了这种生活 他恨不得公共原地去世 未完公共 他又要给老公儿子准备晚饭 一子叫了两遍 儿子还躺在沙发上 屁股都不摸一下 直到第三遍 他才不耐烦地去叫人 儿子找遍了整间屋子 都没发现丈夫 医子走出院子 看到还打开的水管 突然明白了什么 丈夫因为害怕和污染 竟然丢下老爹和妻儿 离家出走 他可气又可笑 虽然丈夫失踪了 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几年后 医子靠着打工 一个人供儿子上大学 可儿子考上了大学 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 瘫痪的公公 也在这段时间去世 而他似乎终于可以拥有 属于自己的生活了 自从丈夫走后 医子把院子里丈夫养的花 换成了枯山水 所谓的枯山水 便是不用水去表现水 沙子是他内心干涸的写照 而在沙石上勾勒出的波纹 是他让自己平静的方式 医子白天在超市做收银员 闲暇时间便去教会祈祷 日子过得很平静 直到某一天 失踪已久的丈夫 突然出现在家门口 医子看到那个落魄潦倒的男人 本不想理会 丈夫却厚着脸皮上前询问 可不可以给老爹上住香 医子只好不情愿地放他进来 看着他上完香 医子立刻把遗诏和灵魏塞他手里 让他赶紧滚 无故失踪这么多年 他连一句道歉和回忆都没有 医子突然一颤 不知道做何回应 便随口客气一问 吃饭吗 意思是你该走了 可男人无视了妻子的不满 厚着脸皮留了下来 这么多年过去 丈夫还是和以前一样 吃饭吸流声贼大 弄得医子很是烦躁 他吃着小菜 嘴里悼念着真是怀念啊 接着命令一般 让医子给他倒杯酒 医子拒绝后 他又要求来一杯水 这个男人出走多年 回来依然把自己当爷 医子愤恨地在水龙头 倒了一杯河污染水给他 但男人依旧无视医子的情绪 然后甜不知耻地说出了那句话 依子难以置信地看着男人 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随后给他收拾了下床铺 得知老爹不是死在这个房间后 男人松了一口气 开始闹腾起来 医子只能强忍着怒火 去厨房倒了一杯酒冷静一下 第二天一早 医子便去院子里整理枯山水 好不容易找回了内心的秩序 可在洗衣服时 他不小心碰到了丈夫的脏衣服和臭袜子 瞬间一阵恶心涌来 医子反射性地拿起消毒液消毒双手 看着丈夫像得大爷一样 坐在客厅里吃着早餐 医子心里堵得慌 等医子走后 丈夫开始地毯式搜索屋子 其实他回来的主要目的是老爹的财产 虽然自己没有尽到儿子的责任 但毕竟有血缘关系 财产肯定少不了自己一份 可他找遍了整个屋子 一分钱也没找着 只有整箱整箱堆积的滤命水 最后他把目光集中在了供奉台 他毫不在意地 拿起了那颗巨大的水晶把玩 下班回来 医子看到自家的枯山水 被邻居家的猫当成大型猫沙盆 赶紧上前驱赶 内心的秩序再次被打乱 医子赶紧到供奉台祈祷 却发现神圣的水晶球上 明晃晃地印着几个大手印 医子浑身冒出冷汗 恨不得举起水晶球 砸烂丈夫的脑子 可最终他还是强忍下来了 丈夫换癌 一宝外的特效药 一次150万 三次一个疗程 换成前就是一滴 价值5万 依子看着点滴瓶 根数着每一滴注射进丈夫身体的药水 不负责任的丈夫失踪多年 晚年却因为化癌回来 医子内心无法原谅这样的丈夫 却不知道如何是好 于是他向绿命会的尊者求助 绿命会是一个奉信水的宗教 在核污染肆虐的土地 只有纯净的水才能净化一切 绿命会的核心教义就是学会自我牺牲 只有这样灵魂才能抵达更高的次元 获得终极解脱 曾经我茫然前行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现在我学会忍耐宽恕自我奉献 绿命会的教义和依子曾经的经历是多么相似 前半生忍耐和自我奉献不就是他的常态吗 丈夫失踪后 依子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接受了教会的洗脑 他大批大批的购入教会的产品 一屋子的绿命水浇灌着他这条干涸的水域 并且在家里供奉着绿命水 日日祭拜祈祷 由此获得了一种新的平静 可随着丈夫的再次出现 他的内心无法再度保持平静 尊者告诉他 我知道你很痛苦 但是苦痛不就是人生常态吗 这是上天对你的考验 只有完成自我牺牲 灵魂才能通向天国 说吧 尊者便拿出了容量更小 价格更贵的新产品 表示这是拥有特别能量的绿命水 你身处这种情况 还撞上了更年期的出汗热潮 想必很难受 当你感到难受的时候 往头上喷几下 就可以保持身心舒畅 回家看见丈夫在餐桌旁捡指甲 医子烦躁不已 他强忍着愤怒 在头上喷上特制绿命水 丈夫看着医子的举动 理直气壮地上前质问 你是不是花光了老爹的遗产 买着败家玩意 医子压制着内心的愤怒 没有回答 晚饭时 丈夫依旧不敢吃饭的吸溜声 他让医子 明天陪自己去医院检查 医子心想 你还不快去死 但说出口的话 却是我知道了 接着 丈夫便拿出了医子珍藏的 贵价威士忌 倒了一杯 一边喝 还一边得意地说真好喝 医子又一次被逼到了 崩溃的边缘 第二天 两人去了医院 医生说 有一种医保外的特效药 这药没有什么坏处 唯一的缺点就是贵 回家的路上 丈夫又试探性地问 老爹留下来的钱 你还没花光吧 给我买点药 也不过分吧 医子嘲讽他 原来如此啊 要不是换癌要用钱 你也不会回来 丈夫见强硬的态度不好使 就低头请求 心烦意躁的医子 去到了游泳馆 在这里 他遇到了超市的清洁工 清洁工美月 曾经看到热潮发作的医子 建议他去游泳 这样有助于缓解 更年期发汗的症状 运动完 医子对美月 诉说了丈夫的情况 美月听完就对医子一番 正确输出 癌症不就是他自己做的吗 没什么可怜的 话音刚落 桑拿房里的男人 都自动离开了 美月表示 如果你不想日后后悔的话 得在他死之前 好好报复他才行 医子被绿命会中毒洗脑 连连说不不不 报仇的话 灵魂是得不到救赎的 美月却对这个看法不以为意 美月的一番话 让医子醍醐惯惯点 突然整个人都痛透了 什么绿命会 自我牺牲 我要当新造的人 回家后 丈夫还在依不饶地 悼念着老爹的遗产 他表示老爹的遗产 本就是我应得的 你用来给我治病 也是理所当然 医子表示 不好意思没你的饭 老爹去世前 我让他写了遗言 把你摘出去了 毕竟你那瘫痪的爹 一直都是我在照顾 丈夫急了 医子不再忍耐下去 你患安是你的事 与我无关 看到丈夫向自己低头 医子心里畅快了不少 他脸上露出了 诡异的笑容 要我帮你可以 你也来信教吧 报复的感觉实在太上头了 自此 医子开始了他的反击 在超市 那个故意毁坏东西的老头又来了 这次 医子可不再惯着他 被阴阳了一番后 老头信心离开 回家后 医子看到波纹被打烂 是问丈夫 是不是他弄的 丈夫眼神多闪 说是猫弄的 晚上 医子就拿着丈夫的牙刷 去刷洗手台 第二天 看着他毫不知情地 在认真刷牙 医子的烦躁 也在瞬间被冲刷干净了 这天是绿命会的慈善日 他们会定期给无家可归的人 派发食物和绿命水 可医子万万没想到 丈夫也跟到了这里 领取免费的食物 在吃饭时 一个流浪汉对丈夫说 你看起来像是一只熊螳螂 会一口被雌性螳螂吃掉 丈夫有点莫名其妙 只能信心离开 等医子忙完 他又去嘲讽医子 明明连自己老公都不帮 却对陌生人出手相助 还有你们这个水的保质期 是一年前 因为卖不出去 才发给流浪汉 你们绿命会 就是靠做这些伪善的事 来自我满足的吧 医子没有反驳他 只是说 穷人就算患了癌症 也只能默默死去 医子表示 我可以帮你交药费 但作为交换的条件 你要入教 第一次参加祈祷会 丈夫面对尊者 侃侃而谈 他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 说自己即使患上了癌症 也想在最后的时间里 为妻子做点什么 丈夫表面上说的一套一套的 所有人都感动不已 医子兑现了诺言 他给丈夫用上了贵价药 细数着一滴五万块 丈夫不但不感激 还像他老爹一样 伸手去触碰医子 陪丈夫打完点滴 医子又去了游泳馆 每月询问他 复仇进行的怎么样了 医子不予置否 台关人不小心 把丈夫的语题说了 妻子却突然放声大笑 儿子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丈夫狼狈死去 医子终于在那一瞬间 感受到了真正的解脱 前段时间 医子刚出钱 陪换癌的丈夫 打完天价特效药 下一秒就忍不住想到了他 这天儿子因为工作原因 顺路回家 医子满心期待地 在准备儿子爱吃的饺子 没想到他竟然带了女友回家 而且女友还是个 比他大六岁的残障人士 可儿子却完全没有提过这回事 这让他非常烦躁不安 餐桌上的气氛有点尴尬 儿子和女友在比划着 只有两个人能懂得收益 在女友面前 儿子展示了自己 从来都没见过的泰浪 医子内心非常抓狂 并且对此无比反感 可儿子却毫不在意 还让母亲明天带女友 去城里逛逛 就在此时 女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 询问医子能不能要一杯水 医子突然呆滞了一下 但碍于儿子的份上 还是起身 去倒了一杯水给他 喝完后 女友就对着儿子 比划着手语 两人之间 像是有种难以介入的结界 餐桌上的气氛 再次陷入了尴尬 洗碗时 儿子告诉医子 他和女友同居了很久 并且打算结婚 医子听了这个消息 感到一阵气短胸闷 更年气伴随的潮热发作 生活越来越不受控制 他压抑的情感 早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第二天 医子还是带了女友 去参观东京 看着这个比儿子 还大六岁的残障人士 医子对他充满了敌意 他觉得 肯定是这个女人 骗了他儿子 说完 女孩却没有半点 困扰的表情 反而笑着说 小拓早就猜到 你会这么说了 他说 如果你坚持 要我们分手的话 就和你断绝母子关系 医子心里不知道 是什么滋味 儿子会这样说 无非是怪自己 信了绿命慧 为了浅浅报复下儿子 医子将女友 带到了绿命慧 儿子知道后面色铁青 丈夫这个时候 也化身大男人 跳出来指责医子 你怎么可以 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 医子表示 你一个抛弃弃子的人 没资格说我 此时 本营和母亲 站在同一阵线的儿子却说 你知道爸爸 为什么会离开这个家吗 都是为了从你身边逃走 就在这时 女友也加入了战局围攻 表示我怀孕了 我会和你儿子结婚的 在他们眼里 医子是一个 不可理喻的女人 她迷信 情绪不稳定 脱离了主流社会 家里发生的所有不幸 都是她一手造成的 可事实是 医子是这个家付出的最多 却又最不被认可的人 丈夫理所当然地 享受着医子的付出 对这个家不管不顾 儿子在这样的影响下成长 对母亲冷漠待知 医子信仰绿命慧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向外界寻求认同 而屋里堆积的绿命水 更像是她这些年来诉说的苦水 可他们非但不理解医子 还合力把她逼入了绝境 这天 美月在游泳池里突发疾病 紧急入院 医子去医院看望她 美月没有家人 她最放心不下的是 家里的两只小龟 医子提出 把小龟接过来照看几天 接着便赶往美月家 一打开门 臭气熏天 美月家里堆积着数不清的垃圾 下水到发臭的味道 阳光也被垃圾阻挡透不进来 只有角落里 供奉着一个一尘不染的灵位 医子看到后 瞬间就哭了出来 那是美月年幼的儿子 他不幸在地震中死去 美月告诉医子 儿子在地震中去世后 他心里的某根神经 啪的一声就断了 从那之后 他就在废墟里走不出来 变得无法整理了 医子很理解这种心情 他又何尝不是呢 因为核污染 家里爆发了积累已久的家庭问题 那根紧绷已久的弦 时刻摇摇欲坠 他提出帮美月收拾房子 清扫完美月的房子后 医子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他突然明白 或许唯一的真理只有自我救赎 另一边 丈夫的身体每况愈下 院子里路过一只螳螂 他想到了流浪汉说的话 便起身拿水管 想要杀死他 却一个不小心倒在地上 医子回家看到栽倒的丈夫 表现得手忙脚乱 却也什么都没做 那天之后 丈夫彻底卧病在床 尊者知道了这件事后 套路重施 又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瓶 容量更小 价格更贵的特制滤命水 说这次的产品 对癌症有奇效 但这次 医子拒绝了 我是一分钱 都不会再花的了 还能活几天 看病吧 医子也不再照顾病重的丈夫 有儿子照看 直到这一刻 丈夫的脸上 才出现了一丝歉意 不久后 丈夫就去世了 台官人把棺材抬出院子 却不小心摔倒了丈夫的遗体 医子看着这一幕 突然开始大笑起来 或许在这一刻 他心中的那根紧绷的弦 彻底弹开了 葬礼过后 儿子也离开了这个家 医子一人站在雨中 若有所思 他打乱了像征着平静的波纹 扔掉了雨伞 在院子里缓缓起舞 随着医子的舞步 越来越激烈 被黑色丧服包裹的红色内衬 也随之露出 他用自由的舞步 打乱了宁静的波纹 也完成了一次 自己的瓦解与重构